大家好,在看我的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一颗小爱心 你们的每一个鼓励都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谢谢你们 今天来说一下肾虚 中医里面的肾和西医里面的肾那是有所不同 中医在讲的肾抽象复杂,范围比较大 包括内蜂蜜系统,生殖系统 那西医在讲的肾概念就比较简单,很有局限,那就是肾脏 所以伴随着一些老年人老龄化的出现 那很多人都会出现了一些肾虚的症状 说起肾虚,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性功能 那很多人都直接把阳尾等同一肾虚 其实引起一个性功能障碍的原因有很多 那在中医认为啊,除了肾虚之外 有一些中医来说的一些肝气欲绝,脾胃两虚 心脾两虚,肝肾亏虚 还有一些气质亏虚都会影响男性阴静的勃起 那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李大爷因为身体的原因 上网都认识了一些推销一些祖传秘方的神秘医生了 而且花了四千多块买了一些重洋药 但喝了之后,发现这个都没有效果 随即就报警 那警方就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换卖假药的诈骗团伙 经过核实啊,短短三四个月 诈骗团伙就诈骗了两百多万 色安金和技能高达一千多万 所以不仅这个李大爷啊 那我们经常也能看到一些所谓购买一些重洋药 那上当受骗的新闻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盛西也是一些成年的男性最害怕听到的一个字了 那补肾壮阳很多男人都非常想要 也是很多人最执着的一个观念 那补肾壮阳的食物一些真的能壮阳吗? 正是很多都抓住了一些男人的小心思 那市面上都出现了一些壮阳的产品那么多 一些广告啊,都是层次不穷啊 甚至有一些都把西药这个成分分进这个保健品里面 那根据我国这个保健品的一些相关规定 保健品可以对应的一些功能主要是增强免疫力 减肥可以辅助降卸脂 规定中根本就不包含一些补肾壮阳 滋阴补肾的一些功能 那添加了一些违法成分的药品不但不会有效果 而且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险 比如添加了一些钠菲类的一些药物 属于处方药 那应在医生指导下来服用 如果是一些有疾病的患者 比如说心脏病低血压来服用了 那有可能出现一些头疼 消化不良 或者导致一个血压急剧下降 那十分的危险 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些壮阳的一些东西 到底有没有效果 比如说一些药酒 那像四边上补肾壮阳的药酒也是不少 有的人都自己来炮制 有一些湖北男子喝了自己找的偏方做的药酒 最终喝出了一个脑中风 我们如果自己要酒炮制的话 不懂得配武还有经济 那很容易存在一些严重的安全隐患 或者是酒精本来就是容易导致前列腺过度冲血 那长期来饮用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会适得其反 人的肝肾功能本来就有问题 在喝酒 那会更加加重我们的症状了 第二再来说一个边类 很多人都喜欢以动植物的形状来补行 那一些牛鞭驴鞭更是云仙 这个熟知的壮阳食品了 很多这个药点里面都没有这个牛鞭药材的记载 但是现代医学也没有针对这个牛鞭做过相关的药理实验 所以以啥吃啥补啥的理念 在这个壮阳领域那是行不通的 第三我们再来说一下生蚝 众所周知啊生蚝的鲜含量比较高 而鲜是精子的生成的重要成分 所以我们常吃一些生蚝对生殖系统健康 那是好处也比较多 但是精子的质量高 那战斗力强两个概念 所以啊我们吃生蚝并不说让你有更厉害 反而呢生蚝处于一些高飘龄的食物了 那我们吃的时候要适可而止 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呢 那反而容易引起这个高尿酸的 第四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韭菜啊 韭菜在我们里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还有一些纤维素 那我们适当的吃可以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可惜和这个壮阳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韭菜壮阳的说法源于这个本草时宜中的一些 温补下气补虚调理辅脏 所以能够能食他的话能够一阳 但是现代的理解错误是一厢情愿 这里说的一阳不是壮阳而是补虚 养我们的正气那才是正确的说法 那最后医生都说了在我们身上有三个部位被称为长寿三观 打通第一观就是能够补胜壮阳 打通第二观能够气血充盈 打通第三观有利于预防中风 老年痴呆 比如说我们记忆力减退等等 那下边就来说一个最简单又使用的好方法 就是点点脚尖 我们男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点一下脚尖 就可以很轻松的达到一个壮阳补生的效果 这样子做有利于我们预生壮阳 进而改善我们的性功能 特别是每次我们在小便的时候 那双足并拢着地 用力的点一下脚跟 然后放松 专家称啊 这样子在一天之内我们给他做个七八次 那这样子给他点一下这个脚尖的运动 那常年我们要坚持下来 便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补胜的作用 若有一些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前列腺肥大的患者 那在小便的时候容易尿贫尿急 那小便的时候我们等一下脚尖 还有这个脚跟 那这样子也会让我们在小便的时候更加顺畅 更加有舒服的感觉 那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经常性的玩一下有一些抑制的小游戏 不要老是来玩手机 我们可以经常的做一些垫脚的运动了 那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血液通畅 有关专家就认为了 我们点脚走路 就是要足跟提起来 完全用足尖来给它走路 我们要行走啊摆布 那可以锻炼我们的区区 可以从经络角度来看 那有利于我们通畅我们这个竹山经 这个竹山印经 非常简单 当然对了一些老年人 那我们要注意一些安全的 以免我们站立不稳的时候会摔倒 那患有一些骨质疏松的人也好 那在做这个点脚尖的时候 我们要量力而为 要适当的运动 那最后再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没事可以摸摸小腹 这个肚脐下面三寸 就是关元蟹所在吃处 这个关元蟹下面就是所谓的人脉 是指不分男女 都与其这个生殖系统有密切的关系 都一直经脉了 这个人脉上有不少的强劲 然后撞氧效果的穴位 那我们自我按摩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时针 给它旋转个三四五分钟 然后再逆时针 再给它旋转个三四五分钟 这样子就可以 那这样子每天呢 我们有空的时候 抽一点时间出来做一做 就有一个很好的强壮作用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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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